香港這個問題這幾個月來的發展 在訴求上已經做了一些變化 開始的時候是反逃犯條例的修訂 後來陸陸續續又加入了所謂的民主普選 現在甚至於把香港獨立這種訴求也都放進去了 所以變成越來越複雜 那麼香港民眾的情緒也跟著也就越來越高昂 那麼目前我們看到的是 香港特區政府跟民眾之間 處在一個非常對立的一個情勢 所以特區政府為了要維持社會秩序 有效的治理 然後讓香港能夠運作 那麼所以採取一定的執法行為 但是民眾為了要表達自己的訴求 也不斷的在做抗爭 所以這樣雙方都盡量的去揭露 對方的一些問題 所以變成大家彼此之間互不信任 所以照常在這個報導裡面講說 大家都找不到警察穿制服的那些號碼 將來也無從去追溯這種問題 但這個事情我覺得需要真的是在香港 這個政府跟人民之間建立一個對話的平臺 大家精品契合的理性的面對這個問題 那麼其次談到剛剛到美國領事館去遊行的這個事情 因為今天拿的都是美國旗 所以這件事情造成了一個就是在香港在處理這個問題上面 到底訴求是什麼 如果假如說回歸了20年之後 那麼在心態上基本上我認為是沒有回歸的 那麼所以拿美國國旗拿英國國旗是非常輕鬆的 非常容易 大家也都非常願意的 可是要拿中國國旗 對不起不可能 那麼這形成了就是香港民眾對中國的不信任 那麼這樣的一個狀況 在對於未來 香港如何解決這個社會衝突的事情變成更大的一個障礙